尺寸是15乘25厘米 狼豪小凯 画这张作品用写小凯的笔就可以 先钩山石 现宁可淡不可重 宁可干不可湿 山石有大有小有聚有散 我们画作品 尺幅小了相对容易 尺寸越大难度越大 主要难度是在这个比例上 我们画小作品 即使你的比例 你的外形有所出入 有问题 但是也非常小 小作品错误比较小 如果是大幅的作品 有误差的话 那就特别大了 我们初学者 前期临摹或者是练习 要么你1比1等0 这张作品 要么就是比这张作品要小一点 就是这张作品 如果长30厘米 你可以画个20厘米 或者是15厘米都可以 但是尽量不要画大 不要一张小尺寸的作品 一张20厘米乘30厘米的吧 你把它画成50厘米 乘65厘米 这样就不好看了 就是我们临摹的时候 一定要大话往小里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支笔特别小 很多朋友认为它是一支钩线笔 其实它不是钩线笔 它是一支小铠 钩线笔也很小 但是它偏长 这个比较短 出锋比较短 这是用来写小铠的 这支笔 我们明清时期留下了大量的比较细致的作品 几乎都是用写小铠的笔来画的 你像沈舟啊 文征明啊 唐银啊 他们本身小铠写得就很好 然后他们也是用这种小铠的用笔 画的比较精致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比较精致复杂 相对比较写实 富有装饰意味的这种传统国画 建议大家 领摸一下文征明的 或者是唐银的 他们的作品 相对来说比较写实 细腻 看上去非常漂亮 我用了花青和褶石两个色 染色的时候 宁可淡不可重 宁可干不可湿 好我们看一下最终效果 麻雀虽小 武装俱全呀